各位觀眾,晚安,又到了我們阿祖來開槓的時間 我們今天很開心又邀請蔡醫師來跟我們聊聊 古質疏鬆的自然聊法 我們先邀請蔡醫師來跟我們打個招呼 Peter老師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那首先在盡情之前 先確認一下我們兩個的聲音會不會太大聲或太小聲 還是有任何的情況的話,幫我們回應一下 另外也請你來留言簽到一下,幫我們跟蔡醫師來問候一下 誰誰誰,你今天到了嗎?幫我們來做一個簽到 在留言板上面,另外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趕快把今天的這個好消息 把這個直播分享出去,讓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 聽說我們上個禮拜的影片已經在YouTube破萬的點擊率了 對,上次講這個D跟R的事情 對 D是怎樣的R是怎樣的 各位這個小學堂的問句還記得嗎? 什麼是會變的?什麼是不會變的?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幫我們留言一下好不好? 什麼是會變的?什麼是不會變的? 那再請大家幫我們分享出去 除了分享到你的個人的主業之外 那我們如果你有參加其他的社團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人可以來跟蔡醫師一起來討論 讓我們的這個身體更健壯有什麼樣的好方法 那今天蔡醫師也會透過我們的用這樣的新制圖的模式 來跟大家解說之外,還有我們還有準備影片 甚至還有準備簡報的部分 來讓大家可以更清楚 OK,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再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蔡醫師 讓蔡醫師來跟我們做精彩的解說跟分享 歡迎蔡醫師 謝謝Peter老師介紹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就是我的本科叫做骨質疏鬆 請問什麼叫做骨質疏鬆 就是的? 骨質疏鬆 明白 頭背 前居起來就是酷酷 另外比老酷酷更嚴重 叫做LMM LMM 我之前有跟蔡司學習 老莫莫 不是莫莫 是莫莫 他在形容什麼 我女兒聽到都在笑了 老莫莫 今天是沒嘴氣 對,沒嘴氣,嘴氣才會莫的 我們那些怪肉就像說話就變成這樣 臉都莫下去 對 所以一個人老了以後 就是像我們以前讀韓語的書說 法蒼蒼而視茫茫 齒牙動搖 就是這樣 對 所以牙齒開始派遞之後 他骨頭也開始派遞 牙齒壞掉之後 開始骨頭疏鬆了 對對對 這個牙齒這個骨頭 我們裡面的骨頭 兩百多根 牙齒是三十二個 但這個骨頭開始壞 牙齒會開始壞 牙齒開始壞 骨頭也會開始壞 對 等於是我看牙齒就會有徵兆了 我可以去評估我自己看不到的骨頭 對 我們以前還有講過指甲 對不對 骨頭 我們的骨科的骨質疏鬆 骨頭的用藥也會造成牙齒齒槽骨的壞死 今天都會討論到對不對 這是有相關的 今天都會講到 今天等於是骨頭大解密 對 所以我們用骨質疏鬆的自然療法 就是說你要避免掉這些藥物的副作用 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讓你自己的骨頭 到你當阿祖的時候 都還很清楚 今天說到阿祖了 好 這個應該是很多人會想要去了解的 那在正式 我叫女兒又來 在正式開始之前 一樣在邀請大家 現在有好多人進來了 我跟大家問候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惠珠也進來了 阿祖老師 金燕也進來了 熊玉老師也進來了 秀梅也進來了 靖父也進來了 這個祝福大家平安 然後請大家幫我們再把它分享出去 好不好 等一下 蔡醫師要來幫我解密 骨質的這個 最大的 這個 怎麼觀察 怎麼樣讓自己去看到 怎麼樣去訓練自己 讓這個 你的身體狀態越來越好 好不好 再給各位三四秒的時間 好不好 來幫我們做分享 OK 按個讚 然後愛心給他點出來 動動手指頭 我們蔡醫師不斷在強調 這個手指頭要動起來 手腕要轉起來 然後你的手臂要開始動起來 所以現在 一開始我們先 那個動動手指頭 幫我們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就 再次邀請蔡醫師來幫我們解密 對 骨質疏鬆 是一個無聲無喜的流行病 不像我們現在新冠肺炎 對不對 哇 媒體一直報導一直報導 大家都知道 骨質疏鬆不是這樣子 它通常是要 一聲斷掉了以後你才發現 那老人最怕的是什麼 失能 失去行動能力叫失能 沒錯 這是不怕路 老人怕失能 他比失能還要怕的是獅子 通常這兩個是在一起的 就是他不會走路 不會跟人家社交 到最後他人也變傻傻 所以我們就是要保持 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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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樣子的話 你的活得才有意義 沒錯 不然每天在這裡跟人家推 那個就活著就是沒有意義 所以骨質疏鬆 非常重要 有一些每天被外勞推出去曬太陽 跟植物一樣 這個是可以預防的 這預防 就不是說靠藥物吃藥可以預防 所以很多老人家那時候跟我說 有時候吃到便宜就好了 我說沒有沒有這種樣 你就是要不斷的鍛鍊 因為骨頭的特性你要知道 我們看到最右上方 骨頭的特性有血管 而且它有肌肉跟筋膜 骨頭裡面是有血管的 還有骨翠喔 它會造血 所以骨頭如果不好的話 它造血功能也會不好 那寫下來它可以造血 骨頭可以造血 對 白血球 紅血球 血小板 它在成年人裡面 都是從這個骨髓裡面去造出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骨頭鍛鍊好 你這個血液循環才會好 那骨頭裡面呢 如果血管出了問題 這個骨頭就會缺血性壞死 缺血性壞死喔 對有聽過嗎 最常見的就是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喝酒 酒這樣灌下去 這個血管 骨頭裡面的血管就壞掉了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常見的就是類固醇 藥物喔 藥物類固醇 特別是類固醇 現在很多人 他新冠肺炎在醫院住院 結果類固醇用很多啊 到最後怎麼樣 骨骨頭壞死 出來又來我們骨科這裡 用電鋸跟他服務一下就好了 換人工關節 哇 所以用藥一定要用到恰到好處 而且就是 早期就要用藥 不要晚期 才用很多的類固醇 這樣不行 副作用就會跑出來 脆弱性壞死還有第三個原因 皮特老師 你住那個基隆 基隆有沒有人去潛水 有有有有 隆重 那個潛水 潛水 潛水膚 潛水膚病 那如果起來 他也會造成這個阻塞 氣酸 然後會造成這樣 也會缺結性壞死 潛水膚 皮特老師有去玩過嗎 啊 潛水味 有啊 我去沖映 潛水味 我都是一口氣下去 然後上來 那個不算 還不算 那個帶氧氣罩那不算 你要揹氧氣筒下去 要揹氧氣筒下去 下去 下去十公尺以上的 那個東西才會生問題 潛水膚病是這樣 上來的時候 他那個會產生氣泡的水酸 這樣了解嗎 就是骨頭的中風 簡單講就是骨頭的中風 缺血性壞死等於是骨頭的中風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好 好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好 了解 所以血管是最重要的 好 好 那骨頭的特性喔 還有 他還有肌肉跟筋膜的問題 肌肉跟筋膜喔 就是骨頭他不會自己動 他一定是肌肉跟筋膜跟關節 這個東西一起連動 那骨頭不動 就沒有血液循環 沒有血液循環 骨頭細胞就會死掉 這樣了解 了解 骨頭也要動喔 沒有動就完蛋了 就沒有上次的 到時候就是壞掉 所以有沒有一種藥 你吃了以後 你都不用動 骨子就會硬起來 是絕對沒有的 因為骨頭的細胞的特性就是這樣 他一定要動 動的時候會造成一個血流 這個血流在骨頭裡面的流動 這個流動的時候骨頭的細胞才會長細胞 才會長骨頭 所以很多人誤以為說 我那個鈣片跟他吃 我就會長骨頭 剛好是相反的 你都不動就完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運動來帶動骨頭的血流 利用肌肉力量來帶動骨頭的血流 利用筋膜的連動性來帶動骨頭的血流 所以骨質疏鬆跟激少症是連在一起的 他是先激少症以後再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以後平安感不好 他跌倒以後造成骨折最後才失能 最後就是倫理 然後就不能夠走路 就是被關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寡人說被關 這有期徒刑喔 所以現在台灣平均老人 他失能的老人 他吃的藥物我們上次講說 38%吃10種藥物以上 對 這是我們死亡病因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都靠藥物到最後他就失能 失智 然後造成自己的痛苦跟家人的負擔 那這個是怎麼樣來的 是自己造成的 一步一步累積來的 所以你自己沒有去好好的照顧他 到最後他就是來討這個債人 你懂我意思嗎 我最近有一句話 蠻認同蔡司的這個觀點 就是你現在不好好去照顧自己的話 你未來就得花費很多的時間去照顧 你現在不想要的生活 現在不好好照顧自己的生活 未來你就非得去照顧你不想要的生活 這個真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用對方式來照顧自己的身體 對很希望大家能夠來把這個東西弄好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骨頭的那個PTT PTT 我們來講骨頭的新生與蟲術 好看下一張 這個骨頭細胞有兩種 一種叫造骨細胞 一種叫做破骨細胞 那造骨細胞就是這裡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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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紫 紫色那個一點點一點點的 有沒有 這個叫做造骨細胞 他會把骨頭製造出來 好 那破骨細胞就是要黃色的像那個小精靈 吃吃吃吃吃吃那個叫破骨細胞 那個叫破骨細胞 你如果造骨細胞比較多的人的骨頭就會越來越硬 嗯 這樣了解嗎 上面有寫到造破骨細胞是打孔的 對是打洞的 他如果沒有破骨細胞沒有打洞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叫做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 嗯 我們其實每天都不一樣 每天在更新 我們看小孩子是每天在長大 對 幾米大幾村 幾米大幾村 他在長大 那你也是每天跟你所想要的人會越來越像 你也每天在變化 所以我們會跟我們的親愛的人越來越像 對 你就會越來越像 嗯 啊 這個都是你想要你去做到 因為他不斷在更新 所以你看那個夫妻來自不同家庭 但是他們生活久了以後會夫妻臉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不斷在重塑 每一個人不斷在重塑 重塑他自己 那就是造骨細胞跟破骨細胞 兩個的平衡 所以一個是在打洞 啊 一個是在做骨 但你骨頭做得太多的時候 他做得太硬的時候血流就流不進去 這樣你了解嗎 哦 明白 太大 太大 太大了 因為骨頭是蓋嘛 你沒有用破骨細胞把它重新再塑的時候 血液會進不去 但是你如果破骨細胞活動度太高的時候 他也會造成骨質疏鬆 哦 所以他是一個平衡 哦 啊這個平衡是神所造的 所以不是破骨細胞就不好哦 你沒有破骨細胞你也會死 嗯 啊造骨細胞如果很活躍 對他造的骨頭太多都沒有做破骨細胞的時候 他也會變得很脆 所以骨質疏鬆 不是 嗯鬆掉的問題 他是變脆 有的人骨頭變很硬 但是變很脆 他就當折一折 哦 弄掉了 所以不是骨頭密度的問題而已 只有骨頭彈性的問題 哦 哦 這樣子皮特老師有了解 這骨頭骨頭 骨頭不是只有骨頭的問題 他本身有筋膜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大腦的平衡感的問題 所以我有時候病人說 哦 骨頭很硬啊 弄掉了 怎麼不會斷掉 哦 跌倒不會斷掉嗎 還是會斷掉 我有一個原住民的患者 我跟他開他骨折的時候 哇 要鑽那個打洞的時候 他鑽到那個 鑽頭都冒煙耶 因為他是農夫 鑽頭都冒煙了 他還是骨折 為什麼他骨折 因為他的乳癌 跑到他的腦瘤去 他大腦的平衡思問題 他才跌倒 最後才骨折的 跌了七八次 終於跌斷 哦 這樣了解嗎 所以骨折素霜 他不是只有一個骨頭的問題 他會跌倒跌斷 他有神經系統的問題 嗯 所以你不但說你要鍛鍊你的骨頭 當然要肌肉有力量 重要你要鍛鍊你的平衡感 對 這個平衡還有脊椎是要斷整的 這樣子才有辦法讓你能夠走到老 而不會跌倒 嗯 那個那個平衡的傳輸才有傳到腦這邊來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些動作的話 你到最後呢 你骨頭很硬還是跌倒 最後還是會斷掉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骨質疏鬆 它不是只有一個骨客的病 它是綜合的 包括你的血管 包括你的大腦 包括你的肌肉筋膜 最後你骨頭才會硬起來 這個骨頭的重塑才會成功 哇 牽涉的有很多 不是我們單純什麼 廣告只有在講 要喝牛奶讓你骨頭變硬這樣子 但事實上不是只有講骨頭 而是牽扯到全身的這些 都必須得了解的 對 全身都必須要了解 連動的 跟那個軍中犯錯一樣連坐法 倒也不是說連坐 就是說它有互相關係 跟牽扯法動全身 對不對 不是說要分開看了 因為西洋的醫學 它是一個屍體的醫學 它屍體會把你打開 一塊一塊解剖 不過骨頭還分區 你這個是頸椎的 這是腰椎的 這是手部的 這是足部的 其實我認為 我現在做自然骨頭 重點都不是局部 而是全體 OK嗎 有 慢慢了解 這不是只有一個點 而是你要看 從點到線到面都要了解 對 這裡有人問說 請問醫師為什麼要測骨質密度 這個骨質密度就是一個參考 那我現在測骨質密度 不是只有看密度 它要看身體組成 就是它有多少的肉 有多少的油 有多少的骨頭 這三個要一起看 所以油要減少 肉要增加 骨頭密度要增加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是看骨密度而已 我是看全身的身體組成 剛剛透過蔡醫師的這樣的解說 更知道 真的不是為了某一項來做測試 而是真的是要看全身 才有辦法去幫你評估 像剛剛講到 那個農夫是因為跌了七八四 那是這麼用的 那還是有可能會骨折 對 所以不是只有單某一項 造成它骨折的原因 原來是它的這個 剛剛講到的是 癌細胞的轉移 然後造成它的平衡感已經不見了 然後造成的這樣 不自俗的跌倒 對 我很多病人也是藥物 藥物已經起來 降血藥要吃太多 站起來這是一定定血藥後來跌倒 所以這都要找它的病因 對 好 我們看回來我們的心智 好 那骨折疏鬆呢 最好的治療方法 我認為是走路 那走路要怎麼走呢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有學過 畢老是要記得 小時候我們去操場 集合要唱國歌 有沒有 對 升旗要敬禮 一二一二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 要從那個教室的走廊排隊 然後走到操場去 然後一般一般還要排好 對對對 排的時候要低陣啊 唱國歌 講到唱國歌 我最近看到那個 我們那個中華健俄 在日本這樣子 為國爭光 那個郭信宇在放那個 國旗歌的時候 我也跟著流眼淚 很感動 對對對 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國家的認同 我們需要的就是 擺動啊 手擺動啊 手擺動 手沒有擺動 很多人現在走路是手擺動的 因為手上拿著手機 拿手機拿包包啊 拿手機拿包包 那不擺動的 擺動東西掉了 然後還低頭看手機啊 走在路上 就是更危險了 對不對 真的 所以我們就是手上要空手 然後手要擺動 為什麼我們人要手擺動 因為我們人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需要擺動才會產生動態的平衡 這個叫腳動量平衡 你寫一下 腳動量平衡 就是我們手擺動的時候 我們手雖然沒有在走 但是我們手一擺動的時候呢 我們的我們的手上面的力量就會傳導到我們的肩膀上面來 肩膀上面的力量呢就可以讓我們有力氣 大概是這樣 好 這樣OK喔 可以喔 可以喔 像跑步也是一樣 跑步的人不是只有腳在跑 他手也要擺動 手擺動的時候 他牽扯的筋膜會讓核心有力量 所以 真的 真的 這個我就有經驗了 因為我之前去馬拉松嘛 馬拉松重點就是你的手要 要持續穩定的擺動 對 手不擺動跑不好 嗯 沒錯 手是往前擺動比較重要 還是往後擺動比較重要 這點就要 要那個蔡醫師來解答 很多人應該到現在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但是我蔡醫師應該是往後擺比較重要 這樣才會有 沒有錯 因為我們往前擺是比較大 但往後擺我們身體是會擋住 嗯 所以你往後擺用力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產生一個腳動量 就是說 你手往後擺 你的手往後擺用力擺的時候 你的腳為了要平衡 腳就會跨出去比較大步 所以當你手往後擺越大的時候 力量越大的時候 你的腳往前抬的力量會越小 他身體自然的平衡 自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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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沒有辦法的 這是物理學 所以你手擺動越快 身體未來要平衡 他就會越來越快 這樣子步伐就可以跨大一點對不對 對 重點是往後的術標 往後的術標 往後的術標 直接往後 這樣 你要走快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 是往後擺的力量 你身體就會停起來 往後的力量要大 這樣的話身體的 因為旋轉 這筋膜的旋轉的話 另外一隻腳 你右手 你左手往後擺 右腳就自然會往前抬 這點學到了 這點真的學到了 哇這個 這個 哇很多的 這個愛跑步的朋友 今天聽到這個真的 應該會很開心喔 因為之前都以為哇 我的幅度要小 這樣子比較省力氣 但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你的 往後的這個動作 才會帶動你的腳的步伐 對 就像滑水一樣 滑水一樣 還有一個秘訣是眼睛要平視 頭要抬起來眼睛平視 因為我們的身體這個頭很重 所以我們身體在平衡的時候 你這個頭如果是前後的晃動 它就會比較容易讓你的身體 不斷的往前 就像鐘擺一樣 但是你如果是左右的晃動 我們身體很快就會暈 身體內張就會不平衡 所以眼睛一定要平視 頭要抬起來 這個背部的這個筋膜 它才會拉住整個脊椎 它才會是直的 你跑步 才會是好 走路才會是好 所以眼睛要平視 很多人走路的時候 就打個雷雷 它的腳尖會先著地 你如果抬起來 腳跟先著地的話 整個身體就是挺直前 這樣OK嗎 會自然挺直 腳跟先著地 它頭就會自然挺起來 對 你的腳掌要翹起來 腳掌要翹起來 讓腳跟先著地 我們人體的設計 不是腳掌先著地的 我們人體設計是腳跟先著地 因為我們人才兩隻腳 走路 所以你如果沒有腳跟先著地 你的整個筋膜的力量 就沒有完全被拉住 對沒錯 那腳前面如果硬皮的人 我之前學那個瑜伽走路的時候 他也是說 你的屁股夾緊 腳跟先著地 你的整個肌肉群才會都用到 走路才不會累不會痠 對 他原理一定要讓你知道 平常的時候 走路就是腳跟要先著地 腳掌要翹起來 我有時候開玩笑說 我們看你的鞋子幾號 看你的鞋子是幾號 腳掌要翹起來 這樣的話 他在腳踝的地方會產生一個拉力 整個拉力 頭就抬起來 然後眼睛就平視 這整個系統再加上手的擺動 你的走路就會非常非常地低 這個真的像小學生一樣 這樣子每天去練 如果我們真的要 真的沒那麼多時間運動的話 反而把這個走路把它照顧好 等於就是全身性的照顧自己 對 很簡單 就有效果 OK 好 教掌要翹起來 教掌往上 好 那個我把螢幕稍微遮擋一下 然後 請這個也讓蔡醫師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來做小學堂好不好 好 跟大家考試一下 OK嗎 考試一下走路的重要性 走路的重要性 剛剛蔡醫師有講到三個重點 三個重點 第一個 手部要怎樣 第二個眼睛要怎樣 第三個腳跟要怎樣 我們請這個線上的夥伴 跟我們留言互動一下好不好 那也請蔡醫師稍微休息一下 那也請大家好 在趁這個時段 幫我們做個 按個讚 留言一下 互動一下 還有就是很重要的 記得如果你是剛進來的夥伴 幫我們跟蔡醫師問候一下 簽到一下 幫我們這個分享出去 好不好 幫我們分享出去 剛剛講到的骨質失松 這是老人家最怕的 就是怕失能 失智 事實上這個是可預防的 可預防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蔡醫師的這個 分享裡面會聽到很多 現在是開始 先讓我們理解 原來骨頭是分成兩塊的 一個是骨頭有血管的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的骨頭 需要肌肉把它包裹起來 要讓它動起來的 所以這個肌肉的部分 就是肌肉跟筋膜的部分 剛剛也來做說明 來答案打出來了嗎 你很記得剛剛分享到什麼嗎 揭曉答案 就是手部要擺動 然後我們的眼睛要開始平視 你不要再走路看手機了 好不好 可以去思考一下人生的未來 OK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腳跟要先走地 我相信很多人不曉得這個很重要的知識 但這個要刻意去練習 然後你越刻意去練習 你的這個平衡感就會越好 那你全身的肌肉群的 這樣的使用就會越 越扎實 越有力量 很棒喔 我們的秀美 哇這個回答很好 手要用力往後抬起來 要用力往後抬起來 你抬得越用力 你的步伐就可以跨得越平穩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來要請我們蔡醫師 來跟我們分享 哇還有很重要的這個藥物 聽說也有毒性對不對 對 我在這裡就是很多病人 他是事實上是吃骨質素中的藥物 而造成骨頭的壞死 肌肉的副作用 還有非典型的骨折 就是說你不用自然療法 你用藥物 不管你是打針啊吃藥啊 這些藥物吃久了以後 三年到五年以後呢 他就會造成這些問題 我先講齒槽骨壞死 齒槽骨壞死 這個牙齒上面的骨頭叫做齒槽骨 每一個牙齒在那個齒上面齒槽 那我們身體的骨頭 替換率最快的地方 更快的地方是牙齒 牙齒這裡 就他更新速度是最快的 牙齒這邊 牙齒這邊 每天在吃飯在咬 睡覺的時候甚至在磨牙 這個東西都會讓你的齒槽骨 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有些人他晚上睡覺在磨牙 他還在動 還有就是牙齒病 也會讓齒槽骨壞死的機會很多 那我們人體裡面齁 細菌最多 最髒的地方其實是嘴巴 所以齒槽骨壞死 它有細菌的原因 也有那個本身骨頭是最快替換的 那我們剛剛講破骨細胞 跟造骨細胞 那藥物的毒性是有些藥物 它作用的地方就是把破骨細胞給它弄死 作用於破骨細胞 讓破骨細胞凋亡死掉 那你就沒有破骨細胞了 沒有破骨細胞以後不就事情就解決了嗎 那你就不會骨質疏鬆 骨頭就變得很硬 結果這個用骨質疏鬆的藥 會造成牙齒的齒槽骨快死加速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打洞 沒有打洞的時候它血液就進不去 細胞就沒有辦法更新 那就細菌就進來 就把這個齒槽骨給吃掉 再配合牙周病整排牙齒都掉 這是不是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變成是它沒有辦法讓你的骨頭再生 骨頭是有再生 但是問題是破骨細胞不見了 就沒有人幫你打洞 那骨頭就越來越硬最後就死掉 加上細菌又進來 所以齒槽骨壞死 病人這整排牙齒都爛掉 這骨頭都爛掉 那它從這個嘴巴這邊 要從大腿 從小腿這裡拿一塊骨頭上來補 那不然整個臉都冒下去 真的是老夢 所以齒槽骨壞死 這個就是牙科的夢魘 所以牙科醫師要直牙之前 一定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給我們骨科醫師 打什麼骨質疏痛的針 長期是什麼浮扇鎂 這些東西 這些藥物 這樣了解嗎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你要直牙 我們現在發現很多人直牙齒 這個病人大概十個裡面 有老人家有三個五個都直牙齒 將近一半的人 那這個會 整顆磚洞下去的 造成他這個 螺絲跟他鎖下去 螺絲跟他鎖下去 那會出事情 他也會感染 剛好這個有人問到 我們Sanny也問到 請問一下骨質疏鬆 如果經過改善會好起來嗎 骨質疏鬆是一定會好的 你只要好好運動 他一定會好 人的骨頭大概七年會換一次 你每天跟他鍛鍊 他一定會不一樣 他說不會好是騙你的 藥廠就是跟你跟你說 你不會好要靠我這顆藥 知道嗎 但這是謊言 因為人體的治癒力是超過藥廠所想像的 聽說等一下那個蔡氏也會講到這一塊 對 他這個骨質疏鬆 還有肌肉的副作用 這些藥物有肌肉的副作用 什麼樣的藥物會有肌肉副作用 最出名的就是降血脂的藥物 我們台灣現在有很多人在吃這個降膽固醇的藥物 降膽固醇的藥物 你不靠飲食不靠運動 你去吃這些藥物 他肌肉就是會無力 因為降血脂的藥物會阻斷我們肌肉的營養的合成 你會阻擋我們Q10的合成 他肌肉就會無力 肌肉無力到最後的成績就會變成骨質疏鬆 所以這個都是相陰相生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老人家 為什麼死亡之前會八年不會走路的最主要原因 都是我們多重藥物中毒 這是我常常在講 上次上次有特別有看到那個數據 慢性病要吃到10種以上的藥 百分之38 失能的人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非典型骨折 非典型骨折我來用一個 我們就是說什麼叫非典型 就是斷在一個不平常的地方 斷在一個不平常的地方 不平常會骨折的地方 我有一個患者也是90幾歲 吃了好幾年的這個骨鬆的藥 後來就斷在一個不平常的地方 我們看看有多不平常 我們看下一張那個slide的下一張 反正藥藥廠都說也有效了 藥廠都說很有效這神藥 好不容易出來了 就是多說有效 來我們看一下 這叫骨鬆要引起新的骨折 什麼叫新的骨折 就是說斷在的地方呢 是在骨頭的中斷 這個本來是骨頭最硬的地方 不應該斷掉的地方 發生了斷掉 這叫不尋常的骨折 非典型的骨折 那如果我們去做核子控症的話 它還沒斷之前它就骨水腫 原因就是 它那裡有一個疲勞性的骨折 就是它沒有辦法更新了 它造骨細胞有在造 但是破骨細胞沒有把破骨細胞 的洞打出來 它就造成很厲害的疲勞性 到疲勞性骨折 到最後呢這個疲勞到受不了了 它就整個橫著都斷掉 它斷的這個情形 不是我們看的一般的斷 它不是跌斷 它是走一走 忽然就斷掉 這比跌斷還可怕 它是斷掉才跌倒 不是跌倒才斷掉 譬如老師有沒有分清楚 什麼叫斷掉才跌倒 斷掉它就不會用的啊 聽到這樣滑倒 它是它不是跌倒斷掉 它是斷掉後跌倒 它這個跌斷的地方 是在中斷的地方 因為普通我們跌是跌倒的時候 是斷斜斜的 它是斷橫的 這是完全是一種病理性骨折 啊怎麼會有這種病理呢 以前都沒有為什麼有這種病理 是因為我們要用太多用太久 超過三年超過五年以後 才引起這種新的非典型的骨折 就是說你以為破骨細胞是不對的 把破骨細胞殺光了 殺光了以後你死潮骨壞死以外 你會造成這種非典型的骨折 就是斷在不該斷的地方太奇怪了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骨折 是因為以前沒有這種藥 用那麼久 這樣OK嗎 這樣子忽然恍然大悟 其實這個是因為吃藥吃出來的 不是因為它走路跌倒的 對 也不是它在浴室沒腐好 不是 是它吃了三到五年以上 這個破骨細胞已經幾乎是全霉了 然後變成它的骨頭硬到疲勞 疲勞 剛折易折 剛折易折 你太硬也不行 剛折易折它就斷掉 所以不是說 以為你說破骨細胞不好不對 不是這樣子 它是平衡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你不能夠說 破骨細胞不對 我一定要把這個骨頭給它弄死 那你這樣是不對的 絕對是錯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這個東西都是在學術論文上面都會被發表 很可惜 它都會被押好幾年才發表 押到什麼時候會發表 請看下一張 專利息到了副作用就出來了 就這樣搞你 就是說它這個要原廠的藥 如果專利息快到了 它副作用就出來 因為它要出新藥了 它舊藥就已經沒有利潤了 它要出新的藥 就說以前這個藥不行 現在我沒有新的東西來了 通常都是這樣 明白 所以 是副作用早就有了 是副作用早就在你身體裡面 但是專利息到了那個更明顯了 它會讓期刊讓你發表 還沒發表之前 它就是 一點兩點 那這樣子發表到最後你才說 這個是不能用 所以我們骨科 我們這 我當骨科醫師快20年 也是一開始說 這個是神藥 大家趕快用 骨質疏鬆就可以這樣預防 用了幾年以後 副作用就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原廠的專利息已經過 也是要那麼久 你才可以看得到副作用 這樣了解嗎 所以新的東西出來 你一定要仔細的看 不要被它那個廣告詞 給它弄昏了頭 這樣了解你對藥廠的態度嗎 皮特老師 越來越清楚 越清楚 所以就像現在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哇 新的疫苗出來 大家救星來了 你就看 冷靜的看 看個三年五年十年 它有什麼副作用 這叫第四期的報告 所以不要三期看完 哇 就急著去做 這個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這樣OK嗎 這就是我對藥廠的基本態度 一鼎愛很仔細的看 它到底符合生理學的原理 你長期的把 破骨細胞抑制以後 真的會沒有好下場 就是這樣子 OK嗎 好 我們看回來我們 我們的新製圖 非典型骨折 其實就是藥物造成的骨折 還要八 那非典型 對吧 事出必有因 藥物引起的骨折 長期使用 所以我認為藥物不可以長期使用 太強的 有人說 我一年就打一針 我那個比較毒 你一個禮拜吃一次的比較沒有那麼毒 你知道嗎 所以長效性的藥一定要特別小心使用 我半年打一針而已 打的劑量很少 問題它是長效性的 所以我都跟病人說 很小心 不要一直打 半年就去打一次 打了五六次了 已經打了三年了 還在繼續打 再下去 就會非典型骨折跑出來 就會磁槽骨壞死跑出來 肌肉副作用什麼東西跑出來 所以千萬要小心 我們自己骨科醫師 最重要就是把病人治好 用藥不是不行 不可以長期無限度的一直用 也不可以像藥廠所講的 你就用個五年 用個十年 絕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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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自然原理 好 我們看最後這一部分 抗重力訓練 好 那P老師要不要把那一段 那個 影片 我的 我的 劍軸帳的那一段影片 放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來看一下 做用力把身體往上拉 所以是往後說的時候 往上提 然後墊腳筋 然後說阿 阿 是很簡單又有效的 把身體拉直的一個動作 好 那第二個 對 抗重力訓練 一定要把脊椎挺直 然後利用反作用力 就是你往下壓的時候 有一個地上的作用力往上拉 我們把這個稱之為抗重力訓練 很多人誤以為重力訓練 但是把那個啞鈴拿來這樣一直拉一直拉 一直拉一直拖背一直拖背 一直拖背 那也不好 它反而會造成脊椎的傷害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脏子 棍子把身體往上撐 這個是一個抗重力的訓練 這一次有觀眾問到 這個洪宇兒問到 腱走杖對骨質疏鬆會有幫助嗎 這是我們推薦的骨質疏鬆 最簡單的走路 又用手去擺動的運動 所以它的骨質疏鬆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走到 一萬步當然是最好 沒有時間走到一萬步 用這個腱走杖走一千步就有方法 就有效果 一千步少一個零 但是每一步你要用力的往下撐 讓身體往上挺起來 這就是劍走杖神奇的地方 那北歐式劍走杖 我推廣的這北歐式劍走杖 就是北歐人 他們要死亡之前的兩個禮拜 還會走路 跟對比我們台灣人說 死亡之前八年 八年是多久 四百個禮拜 兩個禮拜對四百個禮拜 不是差兩百倍 不是這樣算 是差什麼 是差三百九十八個禮拜 有期徒刑兩個禮拜 跟有期徒刑 三百九十八個禮拜 你看差多少 一個可以坐椅子上 讓人躺出來 一個是自己 還在走 要走要走都可以 對我們這一次三級管制管了多久 兩個月 兩個多月 七十天 七十天嘛 你就用來抓狂了對不對 你想一想 如果這四八年會怎麼樣 你可以了解這些病人的心情嗎 多可憐啊 對不對 被限制自由 大家都想要走動 大家都想要自由 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弄好 這才是重點 真的 真的 蔡醫師你說這個北歐式劍走這樣 只要用對方是走一千步就會有效耶 對 一千步大概是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是九百秒嘛 所以我們走慢一點點大概一秒鐘兩秒鐘 一秒鐘走一步就已經很慢了嘛 走慢一點 大概一十五分鐘就大概是一千步 但是每一步你要到位 手要用力的壓 然後讓身體脊椎是挺起來 像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這樣子 真的要用力的 把脊椎挺直 眼睛平視 腳跟要先著地的模式 手擺動 利用手擺動的這個力量把身體挺直起來 這個是我認為劍走章是台灣 如果要推廣腦人運動的一個好方法 也是骨質疏鬆 把脊椎弄正的一個好方法 斷練肌肉 特別是上肢的肌肉要多斷練 核心的肌肉要多斷練 就是小腹腰手手 然後讓他去走 我今天有一個病人來 說他走路他都不會痛 他坐在那裡他就會痛 站在那裡他就會痛 你曉得師為什麼 走路不會痛其他都會痛 對 哇這個我用不著 因為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身體全部的肌肉跟骨骼 他都要動 他就不會在某一個地方產生阻塞 所以走路是最好的運動 那你走路要走對就好 所以你的全身的循環都會走好 你就不會一個地方租掉 所以他來跟他的先生說 我都找不到一張椅子 椅子可以坐 一坐就身體不舒服 也不能夠排隊 一排隊就身體不舒服 一定要這樣走來走去 對 跟阿甘一樣 所以我們身體是需要動的 一動他才會產生平衡 筋膜才會產生健康 蔡醫師說 是不是你之前有提到 曬太陽也很重要 聽說有一個可以活到一百歲的 那個阿伯是不是 哦對對對 這個是我一個患者說他的爸爸 他說我彎把 也沒有做什麼運動 就是去曬太陽 吃完午飯以後就去曬一下太陽 跟人家開槓一下 活到一百歲 頭腦都很清楚 我要說要講的就是說 骨質疏鬆跟頭腦清不清楚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一定要跟人有所互動 有所溝通 這個才是健康之道 人跟人 不是只有會傳染疾病而已 人跟人也會傳染健康 跟快樂 傳染健康跟快樂 這個太好了 這也是我在追求的 對啊 像我們今天要開槓一下 然後很快樂 抒發一下 對不對 能夠面對面講 那是最好 嗯 期待期待 我們聽說下一週就會開始來面對面 哈哈哈哈 一起來互動了 嗯 對對對 我們很希望啦 因為透過 透過電腦當然是天涯肉比零 但是我們人還是要互相的 能夠有接觸 有交流 有交流 因為人的細菌 好的細菌跟好的細菌在一起 它會越來越強 不是只有病菌 好菌也會互相溝通 哦 所以我們看得到說 你一個阿公阿嬤 如果家裡面有小孩子 有小孫子的話 這個小孫子的生命力 會讓阿公阿嬤有生命力 他就會越來越健康 沒錯 沒錯 這是真的 對 這是真的 你看他們兩個在打水果 這樣他就 很有活力 啊如果孫帶回去 他就再穩下去了 嘿嘿 所以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真的能夠更多人 能夠去一起 健康的人 那健康的人 會被生病的人 影響嗎 有限 但生病的人 可以讓健康 生病的人到健康的人 當中 他會被帶起來 所以我是主張說 要聚會啊 大家一起祷告啊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好的 正能量 而不是像說 我為了要不防止傳染病 我就全部跟你三級管制 這樣一管 大家都生病 因為他是一個恐懼行銷 你一關了以後 人就沒有喜樂了 所以我要把那個 我們的影片放到最後 我要講一個結論 就是那個 這是聖經裡面寫的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 使骨枯乾了 人的心是最重要的 要 因為你的信念 決定你的行為 所以當你的心是喜樂的 你就影響你旁邊的人 沒錯 這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就會健康起來 那你如果是 每一個人都隔離隔離隔離 都分開 他會憂傷 憂傷的臨死骨枯乾 連骨頭都乾掉 為什麼 因為沒有滋潤 沒有人群 沒有這個支持的力量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哇 我現在都回不去以前了 我就要趕快出來 打疫苗 人家說這樣 疫苗是唯一的解封的路 大家都跟你這樣講 但事實是這樣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有沒有疫苗有沒有什麼危險 這也是我想要下個禮拜 跟大家講的 分享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先從心開始 讓我們的心是喜樂起來 是要盼望 這個人本身的更新的力量 我們每天在重塑 在更新 這個心靈的力量 可以讓你身體健康起來 而且人是不可以離群所居的 人一定要互相幫助 互相幫助就有喜樂 分享就越多越來越來越喜樂 所以這個心 就會產生一個很好的藥 這個藥不是什麼 不是藥廠賣給你的 藥廠賣給你的是恐懼 對 來 來 這樣子 Peter老師也是心靈導師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這個真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從心開始 當我們的心 越往良善的方向走 在這個孔子有講過 知行合一 可是在明朝的時候 這個 王陽明講要自良知 所以這顆心如果真的是向善 然後是為善為樂的這個方向的話 事實上 就像剛剛蔡茨講的 我們身邊會聚集更多良善的人出來 那這個喜悅的氛圍就會變得更有更聚焦 然後大家活的就更有希望 而且是往自己有盼望的方向在走 這樣子一群人才會真的活出幸福感 對 那我剛好最近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朋友 就在家裡面就輕生了 所以真的關太久 已經有一點點心理疾病了 他真的找不到出口 本來還可以偶爾去找人這樣哭訴一下 但現在他反而就變成是縮在一起 像剛剛蔡茨講的 真的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反過來做 反作用力 我們反過來做 真的去鍛鍊自己喜樂的心 反而是更重要的點 好 那剛好也有這個兩個 我們最後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有兩位 我問到問題 一個是洪雨 一個是慧珠 他說老人家骨質疏充補充什麼樣的食物或營養 要打針嗎 另外就是這個脊椎側彎爬樓梯 踢腳會痠 蹲著洗衣服的時候也會腰痠 平常可以做什麼運動 謝謝洪雨的提問 老人家骨質疏充補充的食物 最重要補充蛋白質 就是讓他長肌肉 長肌肉起來骨頭才會長起來 要打補鈣針嗎 考慮如果說他很厲害的骨鬆 那可能打一次 不要打好幾次 要評估他的風險 那另外就是說 脊椎側彎的話 爬樓梯腳痠 蹲著洗衣服腰痠 平常做什麼運動 最重要是伸展的運動 就要往上 像這樣雙手說 往上的運動 這是比較能夠 把身體的脊椎拉開 你如果往上不行 那你就要趴著 像我們拍拍的時候那個運動 就是嬰兒式 像那個瑜伽的嬰兒式 這樣子的話 會對你的脊椎會有幫助 我們看那個穆斯林 穆斯林的人 都是這樣子趴著來做 這樣子對脊椎是有幫助的 這樣子可以嗎 好喔 謝謝蔡醫師的回復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一樣 邀請各位聽眾或者是觀眾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享 真的對你有很大的收穫的話 歡迎跟我們留言互動一下 那也歡迎大家幫我把這個影片 再傳遞出去 讓更多的人 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照顧自己 骨頭疏鬆 不是只有把骨頭變硬 而是真正它是牽連到全身的 也要走路 然後也要用對的方法來訓練自己 那最後我們再一次的 謝謝蔡醫師今天的分享 我們這個 感謝蔡醫師 然後 謝謝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的時間 拜拜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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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